大家我是豹主 女子以外获得神奇能力 眼里哭出来的不是眼泪 而是美味的面条 还用此发家致富 靠外面条开启了网红餐馆 数千数到手出镜 一部脑洞大客的奇幻影片 面条 肉质一把年纪 也就是孤家寡人一个 身边也没有经常耍的朋友或者闺蜜 吃饭看电影什么的 店头永远都是单人套餐 虽然大领孙女的生活 看起来是优贤自由了一点 但肉质却够得很是朝鲜 最主要的是 兜里没什么钱 所以他都不敢待在家里 必定水电什么的 能省就省 每天省个二几块钱 一个月就是好几百了 出去逛街溜达 有时候还会见到 上家搞免费试试活动 这样一来 一成的饱饭又可以省了 有时候想买点牛奶 补充一下营养 都拿不出足够的钱来 基本上是餐餐馒头搭配排开水 生活是如此的草单 肉质在邻居老摊面前 却依旧乐观坚强 自己没有东西吃 也不能饿着狗子 狗粮是他留归狗子 最后的绝佳 看到眼前的一大堆脏胆 肉质忍不住抱怨太难了 留下了两行热泪 没想到眼泪瞬间变成了面条 嗯 拿起来放进嘴里尝了一下 爽滑筋道 麦香浓液 口感弹牙道 像是纯手工赶出来的一样 请邻居老袋试试了一下 结果也是意外的好吃 肉质一下子找到了支付的门道 将这些面条拿到酒上去售卖 生意竟然出息的火把 一旦卖完了 就走到脚肉去续枯面条 时刻一匹接着一匹 深夜是财员滚滚了 有时候哭多了 内线就没这么发达了 只能用这个各种方法来哭面条 吃出便面一本的力气来哭 故意撞击肉身产生痛感 刺激内线 看悲情电视 制造伤心的氛围 甚至甩碎邻居了在骨灰看等等 都没有任何让人哭的效果 最后肉质特意放走了 最心爱的狗子 悲痛的心情 训练就刺激掉交感神经 当场放声大哭 都说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但若是追求的却是悲伤 这是他不同于其他人的财富密码 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深夜依旧火爆不停 时刻们已经迷上了这种面条 没有任何的佐料和配菜 就是这样干爽的一小碗面 彻底征服了时刻们的胃 也许这就是神奇面条的独特之处 有了一定的原始资本 若是联系到了一个伙伙人 一起合作开了一家网红面店 深夜好到简直客室云南 每天都是爆棚爆满 需要排队加味 其中还不妨很多经常的光顾的回头客 这样的一家面店 不用柴米油盐 不用任何厨师 只需要请几个服务员 以最低的成本 赚取最大的利润 而若是就是这些食材的生产者 只需要在后厨 裹上三五分钟 一盆又一盆的美味面条 新鲜出炉 花辣辣倾泻而出 像是梗状的瀑布一样 最后再分盖存在碗里 供时刻享用 好耶 看嘛后 我只想说 若是以生命中某些珍贵的东西为代价 换取了他想要的东西 你会不会这样做呢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一样 想要得到一些东西 就要详细地失去一些东西 然后再把原因量一个单身 切成金 Punkte buyer 准 暴 是